魏秋月这个名字,如今只有老球迷才知道 她曾经担任中国女子排球队的队长 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昔日的传奇 1988年9月26日,魏秋月在天津是一个中产家庭出生 她的父亲和母亲都热爱体育 因此在很小的时候,魏秋月就经常和父亲一起看体育比赛 当时中国女排刚刚取得五连冠 魏秋月对此印象深刻 到了1993年 五岁的魏秋月身高已经超过同龄人一头了 父亲就觉得女儿可能有从事体育运动的潜能 就把她送到了天津市体校排球预备班 从此之后魏秋月就与排球结缘 在同期训练的小孩中,她的年龄比较小的 但魏秋月却很懂事 从不找借口偷懒 1995年魏秋月就读于洪光里小学 开始一边读书 一边接受着排球训练的生活 随着训练 魏秋月在排球上的天赋也逐渐的展现出来 刚开始魏秋月尝试过主攻和副攻的位置 但最终在教练的建议下 她选择了二传位置 教练认为二传这一位置非常适合她 攻守一般来讲 性格要外向一些 扣球那下更要有痕迹 而魏秋月性格则是比较内向的 属于心思缜密的类型 所以比较适合二传位置 1999年11岁的魏秋月身高就已经1米63了 当时天津市少体校的教练 到魏秋月所在的小学去挑选体育苗子 一眼就看中了魏秋月 从此魏秋月开始在天津市少体校 进行正式的训练和学习 之前魏秋月学习的时间要大于训练的时间 但是进入少体校之后就意味着 以后要走专业运动员的路子 训练时间大大增加 每天早晨6点就要起床 文化课只学习语文和数学 每天最少要训练六七个小时 从小生长在较为富足的家庭的魏秋月 刚开始完全接受不了 然而他并不是娇生惯养的 他没有想过放弃 因为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排球 梦想着可以进入天津女排 甚至是国家队 在天津市少体校训练了四年 魏秋月的水平在同时期的队员中 已经出了拔萃 于是在2003年 15岁的魏秋月被时任中国女排 国家少年队的林南 看重进入国少队 同年 魏秋月入选了天津女排 当时的天津女排在2002-2003赛季 刚刚拿下中国女排联赛的冠军 可以说是一支冠军球队 而且自1996年中国女排联赛开始之后 这是天津女排第一次获得联赛冠军 这对天津女排有着深刻的意义 魏秋月这个时候入选天津女排 也确实是非常的幸运 因为她的职业生涯一开始 就被放在一个冠军球队里 在这支队伍里耳濡 然的跟着老队员们学习经验 魏秋月之后的成长 也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 在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公布的 被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备人才名单中 魏秋月是年龄最小的球员 当时还不到16岁 同年 魏秋月入选国家青年队 她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和不俗的技战术组织素养 被当时的国庆队主教练蔡兵伟 以重任出任主力二船 进入国家队 魏秋月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差距 因为国家队的训练方式跟地方队都是不同的 老攻守搭配新二船的阵容 给魏秋月这个新二船手很大压力 但是她还是非常努力想做好 2005年 在土耳其进行的20岁以下世界青年女排锦标赛中 中国队苦战舞局立刻意大利队获得第三名 魏秋月名列最佳二船首位 2006年2月以临时戒掉的身份入选国家队 2006年12月 在主力二船逢官赴美接受治疗的情况下入选国家队 一举奠定了主力身份 魏秋月的身体条件好 性格内向善于思考 因此有着很好地成为优秀二船的前置 她的打法与逢宽相似 属进攻行二船 2006-2007赛季全国女排联赛 随着天津女排功勋老将丁洪勇的胆出 年轻的魏秋月被主教练王宝泉为一首发重任 体现出了天津队对于魏秋月的充分信任 魏秋月的技术和心理 在联赛的高时平对抗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2007年赛季 由于主力二船逢宽受伤并困扰 加上中国女排退出了年底举行的世界杯比赛 年轻的魏秋月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游戏跳跃 被沉重和选入国家集训队 并作为主力二船和队友 在当年的瑞士女排精英赛和总统北比赛中 收获两项冠军 在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中 中国女排最终获得亚军 年轻的魏秋月也收获了最佳二船奖的肯定 2008年 魏秋月作为冯昆的替补参加了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的主力二船还是冯昆 魏秋月作为年轻的小将 获得了一部分的出场机会 最终跟随中国女排收获了第三名 同年 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紧接着参加首届女排亚洲杯比赛 魏秋月逾越成为国家队的主力二船 老将冯昆则是担任替补二船 中国女排在魏秋月的带领下最终夺得冠军 魏秋月也高票当选为该项赛事的MVP 2009至2012年期间 魏秋月担任中国女排队长 09年3月份 魏秋月成为中国女排集训队伍中的一员 然而伦敦奥运会期间 中国女排处于低谷 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女排罕见的没有进入私墙 尤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日本女排 当时解说嘉宾是郎平之道 看到中国女排输给了日本队 他眼面哭泣说道 输水也不能输给日本 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 中国女排已经到了不破不利的时候 于是郎平指导再次回归中国女排执掌率应 但是在郎平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之后 发布的2013年国家队三期集训名单中 二船的位置上先后有沈静思 王纳 丁霞 姚迪旦就是不见魏秋月的身影 魏秋月之所以会落选国家队 是因为当时魏秋月的膝盖严重受伤 他自己希望保守治疗 害怕做了手术之后 状态不能恢复到像从前一样 但以郎平为首的国家教练组 则是希望他能够接受手术 于是两边一直都没能打成一致 魏秋月自然也就没有入选国家队 2013年在全运会率队未免之后 魏秋月远赴阿塞拜将加盟伊蒂萨奇巴库女排 征扎阿潮与欧冠比赛 2014年1月 因伊蒂萨奇巴库俱乐部多次出现违约问题 魏秋月与球队解约 重新回到天津女排 在联赛中发挥出色 帮助天津队在困境之中成功闯进四墙 最终获得联赛亚军 2014年3月 魏秋月时隔近两年 重回中国女排名单身皮7号球衣 2014年10月13日凌晨 魏秋月作为女排的首发二传 与队友们在女排市井赛上斩获银牌 这也是新世纪以来 女排在市井赛最好的成绩 2015年9月6日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 2016年7月18日 李悦日内陆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成立 魏秋月名列出征女子排球运动员名单 2016年8月21日 李悦奥运会女排决赛打响 中国女排迎战塞尔维亚女排 经过四局对决 最终中国女排三至一 一个塞尔维亚女排 夺得本届奥运会冠军 和欧美一些光速二传相比 魏秋月确实传球比较慢 但是传球稳健性也有优点 那就是出现差错的几率小 而魏秋月这种有独特技术二传 就要看教练怎么使用 魏秋月在经验上比同龄二传更加丰富 处理小球也更加的娴熟 再有就是魏秋月作为二传能发的一手好球 她的跳飘球很有特点 每次发出的球不带旋转 飘球的性能很出色 经常能破坏对方遗传 甚至连续发球得分的情况也很常见 2017年魏秋月宣布退役 如今她结婚生子家庭美满 时常发布些生活照 幸福肉眼可见 算是英雄一景华